越南一名80岁男子自称年轻时经历了一场严重发烧 死后导致他60年来没入睡过 Tamon News报道 越南80岁男子泰育 TINC自1952年以来就没有闭眼睡住过 他的家人、朋友和邻居都表示从未见过泰育睡觉 据了解 几名医疗专业人员已检查过他的状况 但没有人能够证明泰育是否曾经睡觉过 Tamon News报道